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地产三友的Grace 今天又到了地产三友 地产三分钟的时间 今天跟大家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如何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 把您的房子卖得又好又快 那么做哪些工作呢 一共是五点 第一点呢要做的就是粉刷 第二个厨房 第三个卫生间 第四个是地面 第五个是大卫生 好我一一列举 第一个粉刷主要是指墙壁 是视觉能够看到的巨大面积 一定一定要把它做的清爽干净 如果能颜色选择是当下最流行的颜色 再配合您家的整体的风格 那就是非常好的 第二个呢就是厨房 如果做整个装修 您有这个八嘴的当然好 如果没有呢可以做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厨柜 厨柜呢如果状态不是很完美的话 我们可以刷漆 第二个如果厨柜的颜色不是你想要 还是可以刷漆 第三个呢就是台面 台面如果是包胶的 我们可以换成要么是天然石的 那我们是大理石的 这些都可以大大的提升厨房的价值和美感 还有厨房几样东西特别特别重要 可能很多卖家会忽视掉 首先洗手盆 洗手盆如果我们换台面的时候 能把洗手盆和它的水龙头一起换掉 就非常完美了 还有就是炉子和洗碗机 对于一个买房这个行为而言是一个非常emotional的行为 那么就是说 女主人如果对家里的厨房 stove 炉子和这个洗碗机的状况 或者卫生话问号的话 通常很难做非常非常理性的判断 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 最好是把它换掉 下一个就是卫生间 同样的卫生间呢 如果我们能把排面换掉 配上相配的磁盆和faucet的话 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么还要讲的一点呢 就是地面 地面呢 现在我倒并不是建议大家都要把地面换成全新的石木地板 如果在budget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或者是把地板抛光打磨 那么之后改成你想要的颜色 或者是现在最流行的颜色是可以的 还可以换成了Laminate的地板 Laminate的地板呢 其实现在的宽版Laminate地板 柴上的感觉和视觉效果和它的现代感 是优于石木地板的 那么我们见过的很多就是 在两百三百甚至七八百万房子里边 仍然可以看得到复合地板 就是我们常说的Laminate floor 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 打扫卫生 因为每个买家或者每一个人 对卫生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 您家里无论如何多干净多整洁 我们都要用最专业的打扫卫生团队 做到是那种shining polish的感觉 这样呢就是对整个卖房过程 虽然是第五点 但却是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团队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包括在内的 我们有相应的contractor 会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换成什么颜色 做成什么样子的 选择什么材料 来找我们 我们给您拿主意 我们最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卖家一共花了一万块钱 但是在房价上多卖了两万五千块 所以这个比例是值得的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学习联系我们